现在讲到台湾跟美国 有一个关键的法案 即将也要通过 美国的台湾政策法 里面特别讲到军事的部分 台湾政策法 这本来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 在9月马上要在美国的国会 要进行审核 简单来说 我就一句话讲完 台湾政策法在讲什么 它会让台湾 最接近回到1979年以前 台美还没有断交的时候 准外交跟准军事同盟的关系 准军事同盟很重要 那它这个其实里面有几个内涵 我先讲第一个 我们没有要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但是整个法案分三大篇 九大主题107页 里面当然促进台湾安全 确保区域稳定 这一些事情都是看起来的重点 但是我认为其实简单来说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说 美国现在驻台的所有机构 都是用台北挂名 台北经济与文化办事处 在这一个台湾政策法里面 直接我跟观众朋友讲 直接升格 把这个台北代表处 直接改为台湾办事处 这够不够 这够不够突破 直接把台北代表处 改为台湾办事处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过去对于 美国跟台湾的合作 在各种的保证当中 台湾给台湾的武器 就是对于我们的防御方式 我们要防御共军 要让台湾可以自我防御能力 就是他们有规定 有很多什么能买 什么不能买 好 这一次简单来说 他直接把它改成 就是说有利于威慑人民解放军侵略行为的武器 谁定义有利于威慑人民解放军 美国定义 所以美国只要觉得这个武器卖给台湾 台湾就可以对中国的威慑 我们就可以来买这个武器 那第三个就是协助台湾建立不对称的战略 直接有讲说在四年之内提供45亿美元 外国军事资金拨款给台湾 这个超重要 过去都讲说台湾人兵一队预算跟美国买武器 美国的台湾政策法里面直接讲 45亿美元要拨款给台湾 所以简单来讲这三大点 就是让台湾提升到准军事同盟的地位 但是其实背后也有几个 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在里面 他里面有提到 我们台湾并不是北约 可是直接我们是主要的非北约盟国 那过去其实称呼台湾 都是用其他的名词称呼 第一次直接用联盟关系来称呼 那大家就觉得 哇 台湾虽然不是北约一份子 可是你跟台湾的关系可以到这么近 如果台湾有粗状况 那美国也会伸出援手 另外就是也要一起联合对抗 中共的网络作战跟经济胁迫 另外也要协助台湾进入国际组织 以及明定中共对台威胁的制裁手段 简单来说 这几个台湾政策法的内涵 在9月份如果顺利通过 众议院参议院都通过的话 最后会让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回到1979年之前最接近的时刻 其实就是没有白紫黑字写进去说 台湾是一个国家 但是所有的台湾政策法里面 都是在协助台湾提高它的国家定位 在整个国际世界里头